下一頁 我今天要報告的題目 大概有這五項 這是我們 站在台北州的立場上 來跟各位做報告 第二項的部分 也讓各位比較有清晰的概念 這個東西也都是新台灣問題 裡面摘錄出來的東西 但是我把它畫成圖表以後 你可能看著會比較清楚 下一頁 那現在這張表 我本來要把它做得花俏一點 後來乾脆就直接上關係 就把它濃縮成一張 但是 你可能不是能夠很清楚 不過我解釋你就看就懂了 先看底下這個三角形 這個是全台灣的人口 兩千三百多萬 這個三百多萬 兩千三百多萬人裡面 再分成兩大部分 從這個地方切開 上面這個三角形 你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是 流亡中國人加國民黨的男人 就是蔣介石集團的人口 那麼這個人口差不多是 佔百分之十以下 那麼剩下的這個 其他這個T型的這個部分 都是本土的台灣人 就是台灣國的 不過這個國是做一個引號 所以我們基本上把它分成兩個國 那麼我帶來跟各位解釋 上面這個國的特性是什麼呢 就是蔣氏的統治權貴集團 政經利益的撥削者 他的行為的特性是什麼呢 大多具有外國的綠卡 或者是公民權 能撈就撈 隨時準備要走人 這樣夠一 了解嗎 那麼下面這個T型的部分呢 又要分成兩個部分 那麼我們為了讓對比呢 更為強烈 所以我們來看看下面 這個台灣國的人呢 是1945年8月15號 日本天皇投降的 那個時點 那個時點的本土台灣人 跟他的後代 這個人是這樣組成的 這些人呢 跟上面這個正好是相對的 就是政治被壓榨 經濟被剝削的對象 差不多占85%以上的人口 大概我們在座的人呢 應該都是屬於這一塊 那麼這個T型裡面呢 還有一塊呢 這一塊是什麼呢 它就是本來呢 它是屬於我們下面 被統治的這一塊 但是呢 它這些人呢 它不一樣啦 它呢 就是我們叫做牛羊 它叫做投機性的牛羊 那麼這個牛羊呢 它就一樣的 跟牛跟羊呢 都是四角著地的 但是呢 它披上了一件外衣 這個外衣呢 使它變成什麼呢 一隻牧羊犬 還是四角著地的 這麼 кон上面的這個牧羊人呢 就只有這個上面的牧羊人呢 跟這個上面的牧羊人呢 它呢 互相配合 跟這個上面的牧羊人配合 跟這個上面的牧羊人配合 就是講 這個鬼呢 就是 漂蟻長頓 philosophical 那個牧羊的嘛 這聲稱就是 棄 kurt 我們當作一個牧場 我們排完這個地區當作一個牧場 這個牧場裡面是牛羊 骨蓋羊 大家意味一下牛羊 這個最好是牧羊人 這個骨蓋羊 做什麼 這個牧羊人每天都來給你擠牛奶 那如果羊就是不用養 一年就幫你好好夾一邊做羊毛 那幾個牛奶就被牧羊人拿走了 那這個骨蓋羊剪下來的毛 也都被牧羊人拿走了 至於牧羊人拿走了 牧羊人就吃掉了 那牧場這個牛羊 如果要吃草 還是要喝水 你自己鼓勁自己想辦法 不過才不管你 後來一個更要命的地方 就是這骨蓋羊 你若稍微表示一點反抗的意思 這牧羊人說 怎麼叫你抓到台 這樣各位有才會 才抓到台 你們形容差不多 各位有感覺說 我們身是有牛羊的那種 這種氣氛 其實是一種 所以這個牧場要跟各位說 各位如果回去之後 可以把我們的這個 如果要處理界標 有機會的時候 他可以用這個道具跟他說 我相信 我們這樣跟他說 不跟他說答案 對不對 我們給他去想 他現在變臨的狀況 他的困境是不是這樣 我們不告訴他 我們不告訴他 我們只是告訴他 你去想一想就好了 你自己想 那答案他自己找 是不是有這種情況 那麼中間這一群人 這個 這個 吐舍的這一群 那群本來是 本土的台灣人 但是呢 他就變成牧羊犬了 牧羊犬 他在投靠這個 林鄭這個 牧羊人 他的國際要做什麼 我就說 你不是說 對吧 得到一點利益嘛 那麼 他呢 就這樣開始 任杰作婦 為了政治的私利 衛虎作倉 陰情也打手 這些牧羊犬 專門來搞這些牛羊 幫助來咬這些牛羊 所以 在這個 政治學上有一個很有名的東西 叫做 施德和鄭厚犬 這個故事各位有百姓夫的老姓嗎 這就是 不但是 這個 本身就是 比海獎 樣子呢 他回國回來之後 還去幫助 加海獎 是比海獎 還在幫助 回國回來 還去幫助 加海獎 這一種 很難讓人家理解的這種狀況 把這個 施德和鄭厚犬 那你讓舉這個 這個中間的人 各位 有沒有 在台灣的社會上 有沒有這種人 有沒有 有 舉例所言 誰 吳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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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韮伯雄 吳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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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been up 吳伯雄 Mumbai mn 薑枝 我們林博士的法理論述 我們再把它套上去 林鄭這就是做占領軍 占領軍 那下面就是被占領軍 被占領地區的人 那麼這個占領軍呢 贊助台灣以後呢 幹什麼呢 所以這兩款人 這些全部人合作 然後去選出來的總統 劉鳳東國的總統 他要叫做什麼總統 注意喔 那人口比較多 林鄭這大概差不多兩百多萬人 這兩百多萬人跟結合約差不多兩千萬人 從加起來 算出來 那個總統呢 那個叫做什麼總統 當然現在的名叫做中華民族 不過我們聽說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 照法理論述來說 我們來林鄭這個黨 這個黨是占領軍 就是中介石的一團 就是馬卡莎 飛透以來占領台灣的這些人 那麼經過政治上的運作以後呢 說陰尊下腳架的人 也當時加一個裡面 參加選總統 好奇怪喔 那個占領軍跟比占領的 立法庭園領軍 兩個加起來 然後去選一個總統 那個總統 要叫做什麼名呢 好 現在再來 假設我們把它當成是民進黨 那民進黨的人呢 反而慫恿我們下腳架的人呢 當這個來投票 投票之後 他說 現在選了總統 我就要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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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 各位有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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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 要做核心比降臨者的國家 譬如說就做台灣國 這是不可能的 在法理上 絕對沒有人 我就幫你生氣了 因為降臨者 你自己贏下來 變成比降臨者 這是不可能的 這個法理上 我們很清楚知道 這個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說 民進黨在幫我們拿 這就是 我們很清楚要幹 這個結構上 應該對我們來講 有一些歧視的意義 畢竟跟各位說 我們現在台灣的政經現況 我心裡應該是這樣 做這個解釋應該是比較適合 要下一個 要下一個 這就要來介紹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跟美國政府 跟我們的關係 這個圖像 各位一看就懂了 美國 我們要去連台灣民政府在這裡 我們的民政要在美國民政府 美國民政府這個組織 民政是什麼人來派這個人來做總督 美國民政府的總督 就是美國總統 所以美國總統呢 這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頭 所以他可以決定我們的選事 現在先說 這是法理論述 然後 我們民政府呢 只要旁邊設一個國安參謀聯席會議 這個執行長就是我們林志昇先生 他在負責 然後 第三個呢 還分三個大條 一個叫做國務院 剛才我們副總理已經在跟我們 副國 說政府管理 國務院的總理 現在就是蔡總理 另外我們這邊要有一個TCG的國會 台灣民政府的國會 這個國會要分兩個圓 一個叫做參議圓 一個叫做教育圓 這是仿造美國的 這也叫三權分立 注意喔 這三個條是變大 就是仿造美國 三權分立 什麼叫分立 分開而且要獨立 各自運作 我們再仔細想一想喔 這個國務院呢 會不會被司法院 還是說這個司法在外國 在美國這個叫做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監督 有沒有最高湯 這個國會有在監督他嗎 所以如果說起 他做這三權最大 但是其實就有兩個 要在角度 這就是三權分立的 這個要做 重點就是他的運作 就是這樣 那麼這三款呢 這個要做 不是說沒有什麼協調 但是基本上 每個都要辦好他的角色 這才是真正的我們的這個 穩造小兵應該是要做 隨人發電隨人的 然後呢 都要以我們將來所做的這個 我們將來要定出一些法律出來 就是你說說SOP SOP要全部也定出來 但是現在呢 一步一步在做 那麼這國務院 你看呢 我們將各位合作來個 內閣的各部會 現在我們的這個主條 內閣應該有 哪有呢 請各位來看這個 網站也有 這內閣的各部會 這個要夠不確定 因為我們可能 一天我跟他創總理面 有台大陸 可能該做 差不多十六個部會 十六個部會 那麼州政府跟州議會呢 通常有大家 這個都大家 粗粗 粗冠的都 這樣大家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你頭上來就知道 原來是這樣穩造 來下一頁 那麼接下來呢 報告這個 國務院在台北州政府 那麼台北州政府呢 做北市平 一樣有一個台北州議會 他是沒有的 那麼這個州議會裡面 分做兩五分 一個叫做參議會 一個叫做眾議會 一個叫做眾議會 沒有的參 剛才在說中央參議院 或是眾議院 還是說州 叫做議會 所以如果你說參議院 就在說中央 中央那個 如果說眾議院 也中央那個 如果是參議會 還是說眾議會呢 一定是在說州會卡 因為我們將來做這個 州會卡 可能會設軍 軍 那麼軍 軍的架 將來就是鄉頂 那麼這鄉頂呢 我們以後可能會 跟他們的領域 跟他們的領域 不論什麼鄉 什麼都叫做領域 安春華 這個台北州政府 在北城 也對中央 也創三十個部份 這個州政府的部份 叫做聽 叫做聽 那麼這個民政聽 他那個 所謂的這個 主管 主管這個人 叫做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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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另外 這裡還有三十個聽 接下來這邊呢 稍後再給各位介紹 就是說台北州裡面 跟我們現宗 流亡中國的這個組織 都有什麼樣的對比關係 就是說 我們以後呢 這個台北州的部份 會分到十一的軍 十一的軍 再加上台北市 所以有一次 還有十一的軍 來 下一個 在這裡 要跟各位說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呢 我們現在台座的這裡 各位 甚至說 我們這裡 目前被任命做幹部的人 現在在做的工作是什麼呢 遵逼遵逼 你再遵逼嗎 那如果我自己叫美國 怎麼做嘛 因為美國是主黨的一方 我們是比黨的一方 你當時要 這個軍事政府要在台灣恢復運作 USMG在台灣恢復運作 我們事實上是沒有什麼辦法 叫他來 還是叫別人 不可能 所以他在決定 我們在比黨接待 那麼 我們現在的工夫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準備 準備再準備 可以準備什麼 盡量準備 調想未來可能 會碰到的各種狀況 不過 這個中央集的部分 目前已經有人了 我們現在呢 目前在做的事情就是 集集的 由這個來過 跟這個常議會 將來可能是這個政議會 將來可能是這個政議會 將來就要開放民選 將來就要開放民選 美國人說 我們台灣人都要選金 不就總共會選 所以我們有考慮就是台灣人的資料 所以這個有40開放民選 他現在的料想 可能3、5年以後 就是我們剛開始都用這個參議員 他就是參議會的來分組 那麼這個叫做眾議員 跟這個眾議會的部分 將是要看不到 但是美國那邊不是說 有眾議會還是眾議員 這樣就可以 所以我們很多法案 將來這個國務員 還是說集委的部分 都一樣 國務員的部分 都一樣 經過這個 眾議員 和參議員的這個通過 那麼集委的部分也是一樣 總統要經過這個 民意難為的這個 這些天使以前都要做 來 下一個 剛才你說 要集委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現在準備的事 以台北州來說 也正算出來 集來過 這兩個是包括 集長副集長 23個 加起來現在95個 還是我們現在把北州 現在才20個人 而已 距離目標上遠 所以 各位 請大家 有這個 社長的民選 的時候 幫我倒槌一下 幫我介紹一下 那麼 這個 台灣分組六州 那天林博士 張林博士 也有跟我們介紹一下 六千就是六州 那麼 這六州就是 但是 各位 記得金門跟台灣 配合 一點點關係就好 其實 中華民國的 這個 中華民國的 這個 林口要有嗎 殘與領土 金門怎麼做就是 殘與領土 當然 過去在這個 幹部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有人 也有人 建議 我們現在把民政府接到建範之後 第一件事 把所有的 流氓的 都把 抓抓抓抓抓抓 算一件 這是比較特別的 美國可能有意見 美國跟我們規定說 欸 剛才那領土 你看 就是說 這中華民國是 降冷軍 我們是比降冷的 你們不能報告 我們不能報告 不過 規法的部分 就是規法的 規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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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善什麼 那是台灣人的 可以做 不過你不可以對他人 不可以跟他台 不可以跟他台 不可以 因為他北京是正英軍 你要記得 流氓中的國是正英軍 所以美國那邊 也要維持倫理自信 所以不可以跟他台 不過如果犯法 你不可以跟他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要尊重美國 北京你要知道 這個 流氓中 跟美國和國父母 他們 尊重六十年以上的好朋友 他們 跟他同盟國的時代 一直到現在回去 加加了我看 七八十年應該有了 所以他有深厚的 有深厚的 令義關係 我知道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不可以做行銷櫃 好 下一頁 這個 台北區的社區 也曾經規劃 台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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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身體管區 叫做台北區 跟現狀的 有望龍國的 地域劃分 就是這樣分 當然最近也有在說 既然是要搭起來 這樣也要不確定 有這樣想 還是要不確定 各位知道嗎 這個 這個 把這四館市 廣中 跟人口 稍微算 這樣 我跟各位討論 將我們台灣 金門媽祖祖 人口 沒有多少 一兩萬人而已 靠到他 這個 台北區 的人口 將我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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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靠到金門媽祖祖 台銅 人口 這樣四十一百 一天 林博士 英式基東 二五百 你看到那 輕鬆 四十一百 四十一百 所以 這個 一個事情 我相信 一定 一定 我們 台北區 分到 憲宇的 從來分到 東西南北區 不然分到東西南北區 現在分到東西南北區 然後 其中有一區 台北西區 就是要分到 北區 就是要分到 東北區 東北區 南區 北區 台北市 變成這樣 那麼 區有區長 這個區長 我們就把 當作是 跟軍 修長一樣 這叫做 軍 什麼 這目前也沒有確定 那麼 將來就會確定的 所以這個 台北十一年分到四個區 台北元年分到五個區 東元年分到兩區 新的管制分到四個區 其實這個人口數 其實都 不公平 你下午管的人數 沒問題 不過 目前我們不要做太大的改變 也不要去做人口說 新的管制 怎麼掛 掛到四個區 我現在麻煩 所以 他有機會 我們先順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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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 就是要來算 我們到底長期圓 要幾個 因為來過的部分 都照常用 無論大小都一樣 無論大小都一樣 那麼 這個長期圓的部分 再來叫 一關七 就是一個人 我們現在要 要算人數 就是說 命啊 這樣算法 不是一定要在新的 寶山區 一定要出一個人 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算命啊 這就是說 要去下月 將來呢 這個管制會消滅 跟台北西亞六 下月 這就是我們跟中央是一樣的 這個要做 的 的組織 再來 再來 這一個就 剛才說說 每鄉順市區 都拿一名 來計算 計算 各位知道 是計算 不是一定要在那裡抽一個人 所以 這十八市區 說我誰在這裡 十八市總共有十一區 所以名字要十一區 將來才是四區 新北市 現在呢 有這麼多一區 十一區 其實呢 還有一二三四 還有四區 這四區呢 水峰 雙駕跟公廟 要掛給他 剛才說的 荷台賓 這兩區 整個 當海花都要 所以這要掛給他 所以這沒有二十幾的名字 那裡 由來呢 因為他是原住民 比較多的地方 這要掛給三立行政策 所以我們現在就掛四的 這個 四的鄉頂 掛出 所以 這樣 這樣算出來 有十幾的名字 下月 同樣的 這附星鄉也掛出 新北市有三個區 所以三個人 是這關的 煎食鄉 有風鄉 掛他們三地行政區 所以這樣算出來 我們就有十三個 後來這邊做十一區 在夜 這就是我們有一個 原則規劃的這個 所謂 緊急這個 在夜 那當然 剛才說的 就是說 這些 劃分的區域 到底那個區域 合分是四區 到底是最多於做分界線 那種來 我們這個 也做成機會 大家共同來 來參考 來研究 那麼 現在 這就是這個 下月 再來 接下來 將來 接著 馬上下來 要辦的 就是身分證的 做合法的準備工作 再來一個就是 民眾治理 現在簡單說 大概 聽到什麼局面 現在開始來 構想 再來就是配分 上級單位 這個工種 來做配分 在夜 台北這邊 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是因為 北區這裡 還要多 所以這裡是中國生 中國生 將來遇到的問題 很難掌握 所以這部分 也是 比較痛苦的事情 所以 心理上 比較危險 叫做建村 建村 建村 各位要了解 在國際法面上 它叫做 爛民營 各位 現在要注意 建村就是爛民營 國際法上的 那不是建村 那是爛民營 OK 爛民營 那爛民營 這爛民營 這爛民營 爛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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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爛民營 他爛民營 這裡 這就這樣 這就是 這就這樣 要怎麼處理 將來可能 碰到的各種問題 所以準備準備再準備 就是在說這 下一爛 講師 以上報告 時間有成功 好 謝謝各位 謝謝